服气不服气的,最幼的年轻人还是被单拎了出来,然后照着他的朋友圈,一样样的辨认脏物。 魏正国欺负他年轻,就威胁道,你要是不认,你朋友圈里卖一样东西,我算你一次盗窃,算你一次销赃,促罪重罚,等你出来了,要是还能有头发,你来找我捞。 年轻人疏人不疏阵,咬着牙道,你这么搞没道理的。 再说了,你光搞我做什么?那你让我搞谁?魏正国挠挠嘴,年轻人回头就看到瞪着狗眼的LV中年人,不觉一耸。 魏正国哈哈一笑,招呼罗威娜过来,道,你们看能不能秀出来这货的东西,到时候给他定个中的。 他是把这私当图破口了。在场的这么些个人,只要有一个图口的,其他人在坚持,都只能背叛得更重。 这个道理,不止魏正国,几个嫌疑人都是懂的,但都只能瞪着眼睛,说不出话来。 身着黑色做讯马甲的大壮汪的一生,像模像样的在脏物中搜寻起来。 李莉牵着大壮,一脸严肃地将东西挑出来。 旁边的年轻人的表情越来越僵直。 魏正国又装模作样的感慨,我们以前还老在夜市里见到肖脏的贼,现在真是不一样了啊,直接朋友圈里卖起来了,还自带记录的,对了,回头扎扎他的收款记录,肖脏金额都能直接跳了。 剩下几个中年人,才是农家院的主人,这惠儿也是听得清清暴起,满眼的迷茫。 是啊,现在的年轻人都怎么了?当贼都当得这么随便了?朋友圈里放贼赃,真以为这辈子都不会被逮了吗? 魏正国看着他们的表情就乐了,道,没想到吧,你们还琢磨着怎么掩饰呢?人家就大名大放地在朋友圈里卖起来了, 我敢说,回去我翻翻手机,绝对能找到他承认是贼脏的对话。说不定就能扯到你。 他是对着穿LV的中年人说的。LV中年艰难的道,我和他确实不认识。 新模式,聊天记录就足够了。 魏正国举了一下手机。LV中年表情极难看,他和这个小年轻确实不太熟悉,但今次的交易,确实是通过微信确认的。 要说的话,他还是有些反侦查的准备的,但就眼前这么一个年轻人,直接能把他拽进监狱里好些年。 魏正国脑海中突然想起女儿前几天说的话,不觉一笑道,都说现在的年轻人,是来进化职场的。 我看可以,就用朋友圈,扫平你们这些隐隐狗狗。 在场的几名真的年轻人都将目光落了过来,进化职场是这个意思吗? 是这么用的吗? 出门时的整整齐齐,到了回去的时候,就变成了拉里拉他。 总计七名嫌疑人,就用七辆车给运回去。 专业的求车什么的是不存在的,后座来两个人,中间加一个戴手铐的嫌疑人,就是非常标准的姿势了。 有经验的老警察就会挑肥减瘦,将瘦弱的嫌疑人带去自己的车里,再在两边一座,胳膊肘一夹,只觉得浑身舒坦。 如木质阳这样的年轻人,就不能选来选去了,等着老刑警们选好了,剩下的甭管肥瘦,拉上车,窗户一开,眼神放空,心境自然凉。 江远在农家院里留的时间更长。 他是将现场先给擦了一遍。 赵江远的想法,这边既然长期作为销赃的场所,那来过的人,就很有可能是案件的相关人员。 他擦到的指纹,此时可能是比对不忠的,但没关系,这些人如果在异地犯案,或者只要再有一次不谨慎,就很有可能因为这里存留的指纹,而露出马脚来。 做指纹做的时间长了,渐渐都会有种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的崇高感了。 不崇高也不行,你收集的指纹,处理以后存进指纹库的指纹,不见得就能当场匹配到。 而你匹配到的指纹,使有七八来源于别人储存的指纹。 而指纹高手们做完了本地指纹,不可避免的要去做外地的指纹,到最后,大部分时间都是为人人了。 王忠和严格,以及多名县刊,也都乖乖地帮江远擦着指纹。 他们以前遇到类似的案子,现场处理得都很草率,这也没什么好说的,实力如此,能力局限,处理得好一点坏一点,对他们来说,区别都不是太大。 但是,江远是真的有处理指纹的能力的。 而且,江远处理指纹的能力也到了一个高度,这是非常重要的,如果说,仅仅是六十分的高手,那也不过是能够艰难地完成工作,要说主动性,肯定强不到哪里去。 而且,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。 六十分的高手处理日常的案件其实都做不全,再在一些不必要的案件上做投入,基本是不太可能的。 就是七十分的高手,以为准确率有限,对于这样的小案子,也不会去搞大批量的比对的。 只有到了江远的层次,一打眼过去,不用做,首先就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出来,也只有到了这个级别,在小案子上的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,才是值得的。 当然,王忠和严格不会考虑那么多,他们只知道江远能做,现在也愿意做,那就行了。 而在所有人都开始刷指纹的时间里,江远的操作,也是慢慢影响到了众人。 以往的时候,像是王忠这样的小横剪刷指纹,就是银粉刷刷,雌性粉刷刷,有时候甚至是胶带沾。 但江远在现场的情况下,第一次听到有人刺拉一声撕胶带的声音,江远就走了过去。 这是收藏的金属盘子。 夹磨了。 江远瞅了一眼,就到,直接沾不好沾吧。 也能沾下来,就是容易沾得残疑点。 现看的小伙子有点不太好意思。 他也是半路出家做技术的,知道自己做的普通,但也不知道怎么做的不普通。 江远只谈技术,不扯别的,稍微观察了一下,到,先用紫外线照一下吧。 紫外线反射能显出来吗? 现看的明景根本没想到这个查。 江远道,差不多,如果手印是以汉翼为主,吸收率不同,反差就会比较大。 不行的话,再用雌性粉、荧光粉,或者502。 不过,因为紫外线是无损的,所以先用紫外线。 哦,这样子。 现看明景有点穴道的感觉,又不好意思说,就先照做。 旁边几人也都是光看不吭声,一会儿,见紫外线照出来的手印果然清晰,都暗暗记了下来。